为推广农业部食农教育创新整合计划 林口区农会结合在地有机农场 邀请南市国小学童前来体验农夫采收作物的辛劳 农会表示透过体验活动 让学童养成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观念 而稻草实际参加种植采收体验的学童们也都说到 整个过程学习起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为推广农业部食农教育创新整合计划 林口区农会办理人如其实 You are what you eat活动 结合在地有机农场 邀请南市国小学童前来体验农夫采收的辛劳 依药成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观念 实现地产递销永续农业的目标 食农教育是最近几年政府一直大力推行的一个农业新政策 那政府对这个区块非常重视 所以在去年的五月也立法 也已经立法来推行这个食农教育法 学校其实跟林口农会有做相关的食欲的推动的教育 那其实我们的课程结合事前在班上有阅读相关的文章 然后呢林口农会有赞助青农 然后有来学校做宣导 小男们有机农场以学校书籍知识为基础 带领孩子们从有机蔬菜的了解 农产标章的辨识到实际亲生种植采收等体验 每位学童们都相当开心的学习 环境跟食安上的一个相结合 从小杂根配合一系列的活动 让小朋友能够更加了解到食的安全 跟环境保护的重要 让小朋友实际到农场这边 透过种菜跟拔菜去了解 他们的食物是怎么来到餐桌的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认识 林口有机村跟在地的一些产业 还有也能够让小朋友更珍惜食物的来源 然后不要让食物有剩下的 秦玉京主任表示 学童们通过实地参访体验 亲眼目睹食物的生长过程 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 并且深刻体会到健康饮食对身体的重要性 记者虎萱林口采访报道